积极颈椎病,大多数人都不会觉得陌生,颈椎病作为一种慢性疾病,其能够引起的并发症还是不少的,如果由于颈椎病的存在,而压迫到了患者的脊髓,此时到底是不需要进行手术的呢? 对于颈椎病的患者来说,通常是坚持以保守为主,根据研究发现,绝大多数患者通过保守后,是能够缓解机器的症状,有些人甚至还可以达到治愈的可能,但是,如果将保守的方式应用到脊髓型颈椎病患者身上,此时其所具有的效果往往是微护其微的。 由此可见,对于脊髓型颈椎病患者而言,手术其实是首选的方法,一般而言,脊髓型颈椎病患者,如果选择进行保守的,此时其病情都会呈现出进行性的加重,患者如果再不通过及时的手术进行干预,其脊髓压迫症状就会不断得到加重,甚至造成脊髓损伤,最终难以恢复。 由此看来,手术能够避免患者脊髓压迫症状的加重,进而避免其脊髓发生损伤,因而,患者此时应该要尽早接受才是,才能在最大程度上保证机体的利益。 在临床上,脊髓型颈椎病的患者所表现出来的具体特点是在疾病早期的时候,其可能会出现有感觉和运动的障碍,而一旦发展到了疾病的晚期。 其此时则可能会表现出不同程度上的运动神经元和神经术,总还不全境乱性弹坏情况,例如活动不灵,走路不稳,甚至是不太笨拙,以及存在有些反射抗心等不良症状。 对于这一类患者,在临床上进行处理的时候,往往还是建议其先尝试一些非手术治疗法,较为常见的有手法按摩、牵引、力疗和紧托等。 但是,患者们此时一定要注意切合自身实际情况进行,而对于暴力症骨这一手法则应当要自觉避免才是。 在临床上,患者们在进行非手术疗法的时候,应当要先根据其机体的具体病情和医生擅长的方法来针对性进行处理。 如果经过多次的临床后无效,其疾病还是呈现出反复发作的特点,抑或患者的脊髓压迫症状还是较为明显的话,此时才应当要考虑是否尝试进行手术的操作。 指导专家,王志远,副教授,副主任,南方医科大学附属社的脊柱外科主任,专长,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症,腰椎管狭窄症,脊柱测瘟等脊椎问题。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